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还有弟弟就是饰演老鼠 对 也是男主角的李鸿琪 鸿琪好 凯云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年《最深梦死》看过的人都说 是国片今年品质跟数量普遍提升的状态之下 还是异常好看的一部片子 所以也是张作季导演 当然说他至今最好的作品 所以上和要先帮我们介绍电影本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这次孟死主要讲的是在景美 河边的一个家庭发生的事情 然后我饰演的哥哥从国外回来 因为在国外的时候自杀没有成功 因为跟男朋友分手 回到家里后开始面对原本逃避的家庭问题 弟弟老鼠一直都待在家里 陪伴着母亲 然后母亲酗酒 然后妈妈比较爱我 所以到后来宏奇在高雄那边捅了一些娄子 然后后来逃回台北之后 后来被仇家追 发生一点串的故事 但主要是在讲家庭 然后爱情 亲情 我们身边的故事 可不可以先帮我们介绍你们兄弟 各别的角色的背景呢 其实要进入这个角色做了很多的功课 因为导演有赋予我们每一个演员不同的字 在最深梦寺里面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 对对对 然后我的关键字是梦 梦 对 因为我自己背景的关系 导演观察我之后 觉得我适合进入哪个角色 而把我拉进去 这一个关键字放在我身上 有两个不同的角度 我第一个很清楚的就是 我是妈妈梦中 梦想中完美的儿子的形象 就是哇学历很好 有办法出国念书 建宗台大的 就这些东西都是 妈妈会觉得我以这个儿子 很娇为柔 很骄傲 可是 我是同性恋这件事情 是妈妈没有办法接受的 所以她的梦并没有办法那么完整 同时对我来说 我在从国外是因为 我跟男朋友分手 然后想要自杀 没有办法 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在美国 因为我出国的目的是逃避家庭 我最后还是必须放弃我在那边的梦 回来 回来之后对我来说 我还是会继续的寻找 我到底可以获得的梦想是什么东西 我在硕哥的身上找到了 是一个我在 我很厌恶跟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那一部分 的家里面 那个空间里面 我忽然发现住了这一个人 他让我想要跟他有情感的连结 跟他有身体的接触 希望他也可以看到我 所以我的梦想又重新的在这个地方被燃起 那个时候最大的挑战跟 工作上碰到的状况 最有趣的就是 全部人员都要一起相处 对 相处好一阵半年 半年 对 然后那个时候从原本 大家很爱对方啊 要一起努力啊 好好拍这支作品 到后来大家开始讨厌啊 厌恶啊 躲啊 不想跟谁相处啊 但是到那个时候开始 你就会发现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分开了 因为当我们知道 我们没有办法分开的时候 才可以选择我要讨厌你 因为 我不会对不起你 因为我们是会一直在一起的 我们是优身与共的 对 我们是兄弟 兄弟 是吗 对 是啦 所以宏奇呢 你的角色 老鼠 Juice Mons是代表死这个字 应该是我身上有刺青吧 因为身上刺青 因为 比较早我是接触 比较传统的记忆 传统的古镇那些 所以身旁人刺那些 身旁人就有刺类似符号 就例如说七爷八爷啊 一些神佛 所以我就先 右边先刺了七爷 七爷 对七爷四神 然后再来 我确定要念表演艺术这个之后 我去花钢艺小 发现我很喜欢这个东西 然后我觉得 怎么样是比较 相关的 有一个呼应嘛 我就想一想 埃及也不错 埃及有死神 好 我就吃了一个阿努比斯 然后导演是很喜欢刺青的 很喜欢看刺青 他就问我刺青为什么要刺这个 我就跟他讲 然后因为刺青一见大吉 死神什么 乱讲啦 你每次讲都不要 所以导演就 可能因为我身上刺青 然后就安排了这个 最深梦死里面死的这个角色 死的这个角色 对 然后这个角色就像 我们在市场有时候 买菜的时候经过的一些人 他就是其中一个 就很平凡 也不能说平凡 因为 每一个人人生买就很精彩 对 在这个角色里面 他必须要看着所有 不论是我的亲哥哥 或者是我崇拜大哥 或我妈妈 他们慢慢的崩坏 算崩坏嘛 就慢慢的一个一个瓦解 但是最后都迈向死这个字 但是死并不是代表 一个生命的结束 它或许是一个新的开始 对 是一个新的解脱 可以再重新开始 装作机导演 他导戏的方式可能是 不跟你顺对白本的 对 所以很多的时候 你每一次去演的情绪 是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是符合 你们过去学到的东西 还是有新的碰撞 我觉得导演 有时候他 举一有一场 我这个角色 本来都是不应该流眼泪的 举一来说 例如说我跟妈妈对戏 每一次对第一场戏 一定都是哭 还有时候他说 不要再哭了 不然演不下 太多眼泪了 太多眼泪了 可是他会保留一些东西 他觉得因为 这个东西是最真实的情感 因为电影本来就是未必要联系 应该说我们演员怎么去诠释这个角色 导演是可以很自由的 我记得有一场戏很印象深刻的就是 我一开始在门口看着老鼠 那场导演说为什么你那么沉 可能那时候我跟我家人吵架 可是正常以我这角色是一进来 蹦蹦蹦 哦 楼上在忙 我在那边跟老鼠聊聊天 可是刚好那只老鼠就是要 吹死了 对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跟着它沉下去了 导演就好 就这个 对 所以导演 跟学表演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他学表演或许是我们 这样练太极一样吧 把自己的那个气质把它练起来 先打底 对 打底 然后我们才可以集一些灯光周围 是吗 表演主要的功效 你刚好问我啊 你学表演比较久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 我学表演的过程比较像是我 获得了很多工具 然后这些就是我可以在 我需要碰到什么样的导演 需要什么样的要求的时候 我可以早早早 就用这个好了 就用这个好了 可是碰到张宋记导演的时候 一开始我就 不对 不对 拿错 拿错牌了 对 就发现全部找了一圈发现 都不用 不可能 不能用 然后你就忽然发现 导演其实要的是 你把这一袋拿起来丢掉 因为你要相信 它其实都在你的身体里 你并不是要去使用它 而是你要相信它在 它才会在 并不是非常用脑袋去思考 对 所以当然要我们用心 去感受生活 去忍 这样 对 非常刺激 其实我们刚刚谈的时候 其实有这个感觉 导演应该是在两位身上 都看到了某些的很人格的特质 但是再把它拉到这个角色里面 去把它放大出来 因为在开拍前一个月就已经开始在跟蚂蚁互动 互动 对啊 因为怕有些cue点 就是例如说演员过来我刚好要 要跟蚂蚁对戏的时候 对 因为都是生命嘛 对啊 不论养鱼也是一样啊 就算真的仔细跟它讲话 真的真的跟它用心培养 它也是蛮可爱 它会听你的话 嗯 对 做了甜调 真正要把它 真正要把角色上升了 就感觉好像是拍了 黄尚和跟李红奇的纪录片 对不对 对 那个拍片的过程 应该像是这样子 只是有摄影机在旁边 对 菜市场喔 就是一开始要去演这个角色 总是会觉得说 因为我是来演戏的 虽然我跟他们还是很好 可是就觉得我是来演戏 那位置就已经放错了 然后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当我越这样觉得的时候 可是别人是对你很用心的 就他们其实也没有多想啊 可是为什么我要多去想 那时候就有些难过吧 就是人家很用心对我 然后之后 我发觉我好像慢慢变成这个人了 然后好像我跟他已经 有感情了 嗯 不论是我们现在遇到了 我们还是会拥抱 还是会看到就是会彼此还是当初那个状态 讲话会自己变 他突然变了 就是有一次就是我吃便当吃一只鸡腿掉了 我还是把它捡起来吃 可是这东西如果是放在看起来比较干净的地板 就像宏奇自己在家里掉到地上他也不会捡回 他不会捡起来吃 只是我真的把那里变成我一个家了 嗯 对听说记者有跟着你一起回去菜市场 对啊 想要知道说 李宏奇究竟是怎么样成为老鼠的 没想到进到那个情境以后 你就变成老鼠了 就因为人嘛 就脑坡 对啊 脑坡很容易被扣子 尚和一直说脑坡很弱的这个 对 这个说法 因为宏奇真的蛮弱的 我说脑坡 对 就是他在什么环境他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比如说你可以感觉到他跟我 他跟硕哥 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怎么不太一样 但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不是面对你这样 他设计好去面对不同的状况 而他到什么环境 就会开始吸收那里的能量 然后我觉得导演是因为看到这件事情 所以太好用了 去吸吧 就把它放到菜市场去了 是一块很好的海绵了 马上就接收到就是周遭的讯息 然后完全进入那个角色 尚和的甜调呢 我一开始很认真的跑去了 红楼还有东区的一些酒吧去观察 然后 做了很重要 但是没有帮到什么忙的功课 就是去看他们怎么移动 他们怎么走路 他们怎么讲话 他们的声音频率 然后他们平常有什么习惯动作 跟朋友之间的关系 跟他喜欢的人的关系 他们怎么追人 然后试图让自己被他们喜欢 来看他们会对我做什么事 这种田野 可是到后来我就发现 不对不对不对 我不应该做田野这件事情 因为我不是他们 就这件事情会让我 开始重新意识到说 我没有成为他们的时候 这件事情是不合理的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做到什么时候开始 我就发现这件事情很互相 因为那个时候跟宏奇和硕哥 他们自己在一起在相处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时候我都发现 宏奇在角色里面对我是很不喜欢的 宏奇到后来他开始进入了很多老鼠的角色之后 我很快的就被他拉走 是因为我发现 当他开始讲很多不礼貌的话 在我们平常生活的时候 没有摄影机 没有摄影机 没有action的时候 如此失礼 力不障的言语 然后我都还是 好啦 就弟弟 硕哥也会过来 对 硕哥 硕哥的角色就是他的大哥 中间的那个润滑剂 对 他就会去那边说 你就继续骂你哥 你开心就好 然后后来跟我讲 他都一起骂你好不好 对 他都一起骂我 然后私底下他跟我说 啊 他真的是你弟弟吗 宏奇就是年纪比较小 他现在入戏很深 我们就帮他嘛 这种 然后你就真的是说歌 真的是说歌 就是因为我们的感情很紧密 所以这些角色的状况 也不是说分不清楚 我们到底是不是在角色里面 而是我并没有特别想要 成为什么角色 因为对我来说的感觉就是 人到就好了 因为其他就是工作人员机器加好 灯光加好 我们就开始对话 因为那个时候的状况 并不是剧本的来我们 有一点像动物园 我会关在里面 然后我就拍起来 就是了 对 其实你跟硕哥的激情爽戏 大家都一定会拿出来谈 那个难度非常的高 那场戏我觉得很难的地方 是因为那个时候跟硕哥已经插枪走火 就是那个时候对彼此的感情已经很深刻 当然平常跟比如说高中的男生同学啦 或者是男生朋友们 也会有这种类似革命情感 或者是什么事都想要跟他讲 然后随时都会想要问他 你在干嘛这种好朋友 可是跟硕哥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 接下来准备要拍这场戏 那我们准备好了吗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到现场的时候就会发现 我们两个那个时候 都有一定程度的害怕跟担心在 可是照我们全部都脱光 然后在彼此坦诚相见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我们有的只有彼此 就是我并不是那么充满欲望的 去跟你发生这件事情 而是我这个人现在很需要你 不管是你来保护我 或者是我来照顾你 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两个 在彼此的身边 所以 而且其实对我的角色来说 我会比较顾虑 因为我的家庭 然后硕哥算是半个外来的人 然后我也不想要破坏 他跟大雄的感情 然后你现在在这里 其实维持着很好的平衡 所以我很感谢那个时候 是硕哥伸出手 从厕所 然后把我拉进去 然后 所以那个是非常珍惜 两个人而发生的那段关系 我觉得 现场的困难 其实应该 不会是 身体的裸露程度 而是 那个 人跟人之间那么相信 然后很痛 又要靠着彼此为生的情感 所以我觉得比较难 难得 所以彼此真的是都动了真感情 就是当一个好的演员 就是要动情 对 就是要多情 多情 多情 所以 宏池你的 就是对戏的对象 还有蚂蚁 还有无锅鱼 而且蚂蚁还是你自己去饲养而来的 你还会跟他对话 所以对了动物 演员也是动了真感情 对不对 对啊 就是真的是必须 要帮他做那个小房子啊 或者是跟他们聊聊天 因为在开拍前一个月 就已经开始在跟蚂蚁互动 互动 对啊 因为怕有些cue点 就是例如说 演员过来 我刚好要 要跟蚂蚁对戏的时候 对 因为都是生命嘛 对啊 不论养鱼也是一样啊 就算 通常大家都会很想养一些热带鱼啊 或者是小丑鱼 就漂亮的 漂亮的 可是无锅鱼它也是一个生命啊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一个生命本质吧 其实你真的仔细跟他讲话 真的 真的跟他用心培养 他也是蛮可爱 他会听你的话 嗯 嗯 但我觉得 没有那么难啦 对 刚刚我们就一直接收到宏奇说 就是其实拍这部片 没有那么难 不是 不是 当然很难 但是 当然很难 但是进入那个情境就很自然 对啊 因为他不是在 做一个不是我要飞天那一种 我要吊钢丝 对啊 其实我觉得演戏不能这样讲 很轻松也不能 因为我觉得最难的部分是我们一起在开拍前 然后一起做准备 然后有没有达到导演觉得 嗯你们都是我要的状态了 就导演并没有常用角色这个字 导演会比较常说状态 嗯 因为他并不觉得 希望我们变成什么样子 对 而是我们是什么样子 对 所以 那些状态到了之后 导演就知道 最难的部分过了 然后 我们也知道 我们到开拍之后才会发现 我们其实不用 你看像红旗在里面一直哭一直哭 好像不用钱一样 对啊 但是那也不是准备好说 嗯我今天有一场哭戏 我要先去想 我悲伤的过去 是 对 而是他就到现场去看到雪凤姐 对 看到我跟索哥发生亡关系的那一段戏 就他其实是 我们都是到了现场之后 很认真的去感觉 嗯 都是真的 对 所以困难的地方是前面 嗯 所以轻松的意思 是因为前面最苦的已经过 你在平常生活里面 会有感觉到压抑无聊 每天都在过一样的生活 好像真的很痛苦 就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一个人 就这样被丢在这个世界上 可是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 你会发现 你会找到一些 温暖或共同的人 你会找到 可以继续走下去的力量 三年前上河的作品 你的今天干我的明天 其实那时候的上河 有点像是现在的红旗 对不对 也是新人单纲 然后男主角 对对对 然后上河之后又参与了很多的 国际的制作案 可不可以帮我们讲一下 你在对比国片的制作规格啊 两边的心得呢 就我那个时候在回来纽约以前 接了刘伟强导演 然后马丁史克西斯导演 监制的 是 一支 好莱坞的黑帮片这样 然后 我那一次 就之前一直在美国工作 所以其实知道 美国是非常工业的一个 产业电影来说 我一进书画间 我就发现那不是书画间 那是我的房间 我有个自己的房间 有床 有冰箱 有音响 有自己的衣柜 衣柜打开 就是我的衣服都挂好 然后 书画组的进来 开始帮我化妆 化的 真的跟我第一次试妆 就一模一样 然后我就穿好衣服 确定没有问题 我就去 开始拍 拍完之后 你就发现 灯光组啊 摄影组 他们都很专业 他们因为资金比较雄厚 对 每个人分工很细 对 分工很细 你就觉得表演好像是一种 享受 被尊重的专业 因为你跟他们一样 正在做你的工作 这件事情回到台湾之后 理所当然心里 就会准备说 一定会不太一样 因为整个环境 就不是不同的 可是我开始意识到 我爱上台湾这个环境 是因为 我感受到了温度 它不是工业的冰冷 这些人每天都帮我化妆 可是我交不出他的名字 可是在台湾的时候 你就会看得出来 你就会知道这个 帮我化妆的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他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 你知道他今天很开心 然后你知道服装组今天谁谁 穿了他的新的衣服 谁谁昨天利用几分钟的空档 去剪了头发 导演喜欢吃什么便当 演员喜欢喝什么咖啡 这些东西都是我会感觉到 我真的跟人在相处 因为我拍的作品是给人看的 两个东西不一样 就是我在美国经验 跟回来台湾之后 我并就他并没有好坏 所以他就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所以大家真的是对剧组都动了真感情 某种程度上面 就是戏跟真实的人生都是虚实交错 而且互为因果了 宏奇无心插流柳成荫 还拿到了影帝 对不对 所以心情怎么样 心情怎么样 未来有什么样子的打算呢 我觉得真的蛮顺其自然的 就是还是讲一句话 我脑波很弱 所以他可以接受任何的提案 这样子 真的很多前辈很照顾我 他们知道我脑波很弱 所以他们会帮我安排 其实我没有说一定要当演员 我也是可以跳舞 跳跳舞啊 玩玩音乐 写写剧本 我觉得都好啦 我觉得能当一个创作者 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真的 那这么努力完成的《醉生梦死》 最后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 你推荐大家进市园看的原因在哪里 你在平常生活里面 会有感觉到压抑无聊 每天都在过一样的生活 或者是 不管你的家室背景如何 我觉得来看完这部片 你都会发现 好像真的很痛苦 就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一个人就这样被丢在这个世界上 可是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 你会发现 到最后我们拥有的 好像不一定是希望 可是它是可以发光的东西 你会找到一些温暖或共同的人 你会找到可以继续走下去的力量 他就算不是希望你还是会可以往前 希望大家来看的原因是因为 生活真的没有那么浪漫 那电影 这部电影或许 他没有像一般电影有一个帅气 帅气的哥哥来救你 我还讲说帅气的男主角 对 帅气的男主角 可是他这部电影或许可以让你从 你在生活很无助或者是很低落的时候 可以找到一些小确幸吗 就是不论这一道光 或者是这一条路 不论生活再苦 你还是要继续勇敢的走下去 他虽然他不会跟你讲说 你应该怎么走 可是他会告诉你说 永远都会有一盏灯为你开着 我觉得宏奇讲得很好 就我觉得 你在不好的时候来看这部电影 你会感觉到 好像有人伸手拉了一把 或有人出手推了你一把 可是你就会发现你开始动了 你就不会继续在原本的状态 你开始看清楚 你其实可以前进 就不会再停滞不前 能够继续往前进 今天非常感谢黄尚和跟李宏奇 帮我们分享《最深梦死》 谢谢两位 谢谢